一般来说,多吃水果有利身体健康,但是,患有肾衰竭的病人,是不是也和常人一样?可以想吃什么水果就吃什么水果呢?吃什么水果对肾衰竭患者有好处呢?一起来看看吧。 肾衰竭吃什么水果好?肾衰竭怎么吃?适合肾衰竭患者的水果。 一、葡萄。从营养价值来看,葡萄不仅含有矿物质钙、钾、铃、铁和多种维生素,还含有多种人体必食胺基酸。 中医学也认为,葡萄性贫胃肝酸、乳皮、肺、肾三精,多吃葡萄可以起到补气氧血,此剩一干的作用。 大量医学研究证明,葡萄对肾油患者的康复,具有一定的辅助疗效。 这里要注意的是,市面上的葡萄种类和颜色极多,最能补肾的是黑葡萄,但是葡萄性偏凉,胃寒的人要小心,依次不要吃的太多。 二,葡萄,葡萄又叫酸果、桑枣、味甜之多,是人们尝试的水果之一,被称为民间肾果。 肾衰节吃什么水果好,中医认为葡萄为肝酸、心微寒、入心、肝、肾精,具有补虚之一,神经软造和补肝一肾作用。 除此之外,方胜还含有多种维生素、胺基酸和胡萝卜素等成分,对女士来说效果尤其突出,经常服用可以美容养颜,延缓衰老。 三,黑加仑,黑加仑又叫黑醋粒、黑豆果、紫酶,黑加仑的营养价值极高。 据科学家统计,每100克黑加仑当中含有181毫克的维生素C、322毫克的价格多种钙、鲜、链、链和铁等物质,具有降低血脂、量身、抗氧化和提高免疫力等作用,实在不是唯一种老少皆一的果中生品。 另外,黑加仑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,所含有的生物类黄酮,能改善血管的通透性,延缓衰老和防白。 四,黑枣,说起枣子,大家可能一下子就想起红枣,红枣性味甘平,有勃起医血之功效,是勃起养血的盛品,尤其是和女性。 五,柑橘,柑橘不仅制度微酶,还有保护肾脏的功用。 六,咸,英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,吃橘子、柚子、橙子和柠檬等柑橘熟水果,有助于阻断肾脏种的形成。 六,香梨,香梨口感清脆,味道香甜,香梨性甜味嘎、微酸、聚生筋若肺、指科化氧、清热泄火等功效。 可辅助肺造热所致的咳嗽、口臭、贬逆等症,对小儿白日咳也有疗效,香梨中还含有天门冬素,对人体肾脏保健有特殊功效。 但负血者应逝时,七,香蕉,香蕉含有菠萝蛋白酶酵素,这个被认为能够增强男性的兴趣。 此外,它还含有甲元素和维生素比,从而增加了身体的整体机能。 肾炎患者应少吃香蕉,肾炎病人因为肾脏的排率功能差。 吃香蕉会使血液中的改,甲,美比例失调,尤其是在会加重症病。 同时香蕉中的美元素对神经和心血管系统也会产生抑制作用。 8. 栗子 中医认为,板栗是神之果,不胜养胃的效果非常好。 栗子 性温和味感,具有不胜养肝撞腰的功效。 对于神虚咬痛的人,最适合吃了,老年人潮是栗子。 对操老房山,年明亦受大有好处。 9. 草莓 草莓被称为活的维生素丸,草莓中有许多活性因子,对于我们肾脏的保健大有好处。 而且草莓中有许多的营养物质,对我们整个免疫系统,都有很好的增进作用。 10. 樱桃 樱桃中有含量丰富的铁元素,对女性来说可以补血。 缓解月经期的疼痛状况,樱桃对男性来说,可以保护他们的肾脏, 达到滋液不慎的作用。 肾脏结换者三大饮食注意。 1. 饮食一清单,继续辣刺激性食物,慢性肾脏,尿毒症患者为肠泥膜长成冲血, 迷赖状态,如今是辣椒,白酒等刺激性食物,常会加重非常粘膜的泥膜,导致为内膜血管的肾脏。 2. 二月食狗、羊、牛等肉食品,已谨慎,中医认为狗肉、羊肉、牛肉等为发物, 亦引起病情复发或加重,临床上却是见到系统性红白狼疮或慢性肾脏炎, 所致肾脏患者竟是牛、羊肉后病情加重甚至最后死亡者。 3. 是否巧合上带进一步观察? 但慢性肾脏患者,还是以不进食此类肉制品为好? 3. 以软食、进食及油炸食品,慢性肾脏患者由于毒素在体内入流, 以及血液微循环障碍等原因,致胃肠粘膜长成冲血,迷赖状态。 如今是饮食,油炸食品如芝麻高糖、油炸面窝等, 常导致食物在为内滑破血管而造成出血, 由于慢性肾脏,尿毒症患者凝血功能存在障碍, 出血难止,就会导致死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